游淑慧動算 支持者高喊動算 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搶在母親節前夕 一大早到市場拜票 送花給支持者 爸爸你好 另一頭黨內對手 黎晏秀也不敢懈怠 同樣到市場掃街 兩人隔空較勁 練歌這種事情 還不簡單對不對 反正港湖歌喉戰這個事情 我很早以前就跟大家預告了 競選歌曲其實是 總統大選跟立委選舉當中 其實是最知為末節的 最重要的 還是讓人民過好生活 歌曲這一戰 游淑慧率先出擊 選用堆堆堆 不只要追過黎晏秀 更要追過 民進黨港湖區 最長女神高嘉瑜 我的妖魔鬼怪 聽了兒歌三百首之後 都會乖乖束手就擒 然後感化他們 所以我就希望用 兒歌三百首能夠感化這些 妖魔鬼怪 以一首僱傭者回擊 更嗆聲國民黨雙書是 妖魔鬼怪 不管國民黨 有誰出戰 高嘉瑜都沒再怕 畢竟黨內初選 秀惠兩人打得難分難捨 不斷彼此內耗 燕秀傑的在地家族 家大業大是沒有錯啦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民眾 不一定真的這麼喜歡 家大業大的政治世家 因為那也代表了一種 盤根錯節的這個政治利益或者是包袱 在港湖在去年的選舉 我想得票數 我想獲得這麼多港湖 三萬七千多票的支持 不僅是在港湖最高票 也是在台北市最高票 甚至是那麼多人支持 也是全國最高票 無論陸軍跟空軍 我都知道怎麼樣打贏這場選戰 除了第一次我選議員的選票輸給他之外 其他其實都是贏過他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他哪來的自信 國民黨港湖雙輸內戰 高架於隔岸關火 不管由誰出戰 都有能贏的自信 歡迎新聞莊平達王毅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